大家好,我是岸文 話說上星期六出了一隻新的UR英雄 當晚二話不說,我就開了一個直播 希望雜氣二十五抽就中到了 結果也相當符合預期,安靜地結束 再之後經過一波三折,恭喜我 好,夫人順利保底 要注意的是,抽得到就預算要貨台幣3290元 或者港幣788元 去買英雄禮包 因為裡面會有一張裝備重置券 這張券可以把舊英雄的裝備拿出來 更加要注意的是 這個重置券是不會把聖靈重置的 所以新英雄你依然都要準備足夠的聖靈去升級 既然抽中了 今期影片的主題就是 我覺得伊芙利特好不好用 首先,我對這隻新的UR英雄的技能 先分析一下 它的第一個技能是火焰衝擊 是一個攻擊技 加上一個Debuff 持續六秒之後造成三倍的傷害 第二個技能就是 叫做韜天烈火 它是屬於大範圍的攻擊技 配合第一招之後 就會帶出一個雲圓的效果 第三技 叫做新的宿主 它是一個強烈的Debuff加雲圓的效果 還有字面上一堆很厲害的說明 所以看字面上 伊芙利特真的好像很厲害 有兩招雲技加一堆Debuff 看來真的不抽入品了 實際上它的表現又如何呢 伊芙利特會一直以火焰衝擊 和韜天烈火族的連技 因為火焰是單體 烈火是群體 所以比較難留意到 它究竟有沒有暈到人 而火焰衝擊的CD是三秒 烈火的CD是六秒 意味著 烈火暈技 是最多可以同時找到兩個人 而新的宿主 感覺它一場只會出現一次 所以通常會在開場的時候出 大概就會接在韜天烈火之後 而這一招似乎會找出最強的敵人英雄 並且附身 在畫面上就會看到敵人變身成為一隻火精 效果應該跟技能說明一樣 但實際操作上 好像不太能夠觀察出來 綜合各方面來看 伊弗利特的攻擊力都不錯 而且在雲技上 雖然多數是單體雲 但實際上也有幫助 但使用上來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 UR阿特魯比較有驚喜 不過阿芙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 她的守護技能會加大量的基礎攻擊 以及跟UO英雄的基本屬性 至於抽不抽 除非你是命運選中的勇者 不然 最好都是量力而為好一點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拜拜